中朝边界,鸭绿江畔,突兀起一座不高的山,这座山就是虎山,山上盘旋的长城在白雪的硬衬下,增添了几分苍茫的北国风光。 大家好,我是大旗子,我们现在是在辽宁丹东,在我身后就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,虎山长城。 虎山长城也是我国唯一位于两国交界处的,现在这个季节没有什么游客,虎山长城这边也执行的是淡季票价,55块钱一个人,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爬一爬长城,眺望一下对岸。 我们的旅程离开旅顺,没有多坐停留,下一目的地直奔丹东,丹东在这个季节游客比较少,一路上车也少,整个景区也是非常安静。 我们刚刚从长城入口上来之后呢,现在就已经走到了城墙上,城墙两侧呢,现在都堆满了雪,看眼前这个场景我就想到了,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望长城内外围鱼芒芒。 长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,从春秋时期一直修到了明清,三千年的历史长河里,长城的形态也各不相同,目前保留最多的就是明长城,明代因为北方有强敌的原因,几乎每个皇帝都会修一修长城,古山这里的长城就是典型的明代长城。 其实呢,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到的都是万里长城,东起山海关,西岛嘉狱关,那个时候啊,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,就是因为虎山长城这里呢,还没有被发现,其实早在明史兵制当中啊,就是有记载的,说万里长城呢,它是东起鸭路,西至嘉狱,鸭路呢,肯定就指的是鸭路江,一直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考古人员呢,才在 亚鸭路江边,发掘出了虎山长城,也最终把这里呢,确定为了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。 走在长城上,扑面而来,是烽火的气息,敌台一座接着一座,在明朝中期以前,修建的长城实际上非常简单,一般就是就地取材,用夯土和石头修建,有一道墙串起多个石心蹲台。 这种特点的长城,我们在山西、陕西很常见,到了明中期以后,抗击倭寇的名将七纪光,把长城做了很大的改造,最明显的一点,就是把石心的敌楼改成了空心的,这时候呢,也有了砖了,有些城墙就改为用砖来气造。 空心敌楼有一个好处,守城的将士可以在这种敌楼里睡觉,吃饭,下雨了避雨,下雪了避雪,还根本不会影响监视敌情。 建筑上的改变,极大的改善了戍边将士的生活环境,战斗力也有所提高。 这个虎山长城啊,它是始建于明成化五年的,当时呢,是为了防御建州女神人。 到了17世纪初,虎山长城就失去了它的作用,因为这一片区域已经被厚金攻占,山海关基本上就成了明代防御的第一线。 后来呢,努尔哈赤称王之后,他为了保他的这个龙兴之地,他就颁布了一条法令,他不允许官内人再到官外来,也因此呢,就开始修建柳条边。 在修柳条边的时候呢,就把虎山长城以及辽东的一些长城呢,就全部都给拆除了。 虎山长城在曾经肯定是经过了很多场恶战,清朝管辖这一区域之后,当然不会再费什么金钱和人力来维修它。 柳条边的建立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取代,也有人说柳条边其实是防止朝鲜人过来偷人参的。 虎山原名马尔山,因为两个并排高耸的山峰,好像是两只树立的虎尔,也叫虎尔山,一直到清代演化为今日的虎山。 虎山突起鸭绿江边,平地孤耸。 因为地形的独特性,虎山长城的坡度是很大的,最后这一段几乎接近了90度,这也给登山增加了许多难度。 最后这一段爬起来确实非常的累,它每一集的时间都特别的高,而且山的坡度也陡,大家如果来这儿,爬到最后这一阶段一定要小心一些。 登顶之后,视野就非常开阔了,对面的朝鲜一览无余,在这一区有一群江心岛,这些江心岛原本都是中国的,1962年为了中朝友谊,帮助对岸的朝鲜村民啃荒种粮,度过饥荒,我国政府就把这一群江心岛全部划给了朝鲜。 这些江心岛和我国仅隔着一条名叫爱河的小河,最近处距离虎山只有两米宽,游客可以一脚跨过去,形成了两国国界一步跨的旅游景点奇观。 在这边呢,对面是朝鲜的鱼翅岛,还有益州,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小村子,仔细看呢还能够看到零零星星的人。 这个季节的东北呢,映入眼帘的全部都是茫茫的白雪,而且呢游客特别的少,整个虎山长城上面只有我们两个人,可以说我们两个人把这个长城包场了。 虽然景色好人少,但是啊天黑的特别早,现在呢还不到四点,太阳已经马上就要落山了。 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季节来到东北的话,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,我们也要赶紧下去了。 原本下山的路上是可以走到江边的栈道,直接到一步跨的,但是因为是冬天,道路湿滑,再加上滑坡,所以栈道就封闭了。 我们必须要绕过整座山再翻回去,白雪覆盖在安静的原野上,也没有别人打扰,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,一边走一边聊天,也不觉得路有多远。 我们从长城上面下来,现在终于来到了一步跨,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,现在我身后有两块石碑,一个石碑写着直尺,一块石碑写着一步跨。 一步跨顾名思义,就是太一步就可以出国了,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段河道它是比较窄的,我感觉跟对岸也就是隔着三五米的距离特别近。 我们站在这还能看到对岸朝鲜的岗哨。 游览虎山长城呢,大约就是需要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,大家如果想来这边转一转的话,一定要合理安排好。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,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,拜拜。